第1056集 好演员 虽然是在装,但是他装得并不像 如果是中国人近来看到莫小瑜这个样子,肯定是有所怀疑的 因为莫小瑜虽然盖着被子,但是却穿着衣服 没脱衣服盖着被子睡觉,怎么会不让人怀疑呢 但是3K党的这些精英们,根本看不起这个瘦弱的中国人 所以当莫小瑜被惊醒,想要问句话时 招待他的,是砍向他脖子的一记手刀 你这一次次的被叫出去,他们在干什么,打你了吗 谢家人心疼的看着刚刚被扔回来的陈志和问道 陈志和躺在地上,小黑屋里重新陷入了黑暗 陈志和是不是被打,被打成了什么样,完全看不到 只能凭感觉猜测 偏偏啊,这陈志和又是个很好的演员 将自己受伤的情况演绎得微妙微笑 家人,我们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陈志和喘了口气,在谢家人的帮助下坐在了地上 倚着墙壁说道 什么意思啊 谢家人大惊问道 他们,他们要的不仅仅是钱 这些人来到不小 可能还有美国的黑帮三K党的人 陈志和用虚弱的声音说着话 但谢家人都快急死了 他们,他们找我们干嘛 我们又没有得罪他们 谢家人急道 我不知道 好像他们除了钱 还要,还要你爸爸留下的研究成果 我估计是有人盯上我们公司了 陈志和寻寻善又一步步把自己的目的暴露了出来 啊,这,这怎么可能呢 谢家人也吓了一跳 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自然是知道这些东西对于公司的重要性 可以说 没有这些 那谢氏生物也就是一空壳了 你是这样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的家里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刚刚被叫出去挨打 是因为你哥哥来了 代表家里人 拒绝了黑帮的要求 所以我在打电话时一直都在被打 沉沉河装得很像啊 说完这话身体一歪 倒在了墙根底下 精神更加虚弱了 沉河,沉河,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就是累了 想歇一下 陈志和眼睛瞪得溜圆 尽力地看清谢家人的面部表情 极力挑唆着谢家人和家里的关系 你刚刚说什么 我哥哥来了 谢家人不信地问道 对 那个 那个叫莫小鱼的 已经到美国了 我以为他是来救我们的 没想到这下搞砸了 我担心黑帮的人不会饶了我们 陈志和痛苦的声音道 不 不会的 他不会这么做 虽然我和他是同梦异父 但如果他这么做了 我妈也不会饶了他的 谢家人咬牙说道 我不知道 这事谁知道呢 毕竟公司上市可是一大笔财富 如果你和我都死了 他不是最大的受益者吗 陈志和不放过任何一次挑唆的机会 谢家人无语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陈志和 因为他说的没错 因为他说的没错 万一自己死了 莫小鱼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可是现在自己身陷这里 事情的主动权根本就不在这儿 而是莫小鱼那里 甚至也不在他母亲那里 谢家人站起来 愤怒地来回走动着 母亲为什么不来呢 为什么让莫小鱼这个混蛋来呢 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怎么才能让自己和莫小鱼通话 自己该怎么说服他 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救出去 可是这能行吗 莫小鱼会听自己的吗 想想自己是怎么对待莫小鱼的 谢家人心里真是没底 看来陈志和说的没错 自己多半是要死在这儿了 家人 是我对不起你啊 我没能保护好你 万一 他们真的铁了心 不救我们 我就先走一步 到阴间去等着你 我实在是 实在是不想看到你受辱的样子啊 说着说着 陈志和居然大哭了起来 喝着眼计真是到了巅峰啊 谢家人听到陈志和的话 浑身发抖 他一直都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虽然可以逃避去想 可是绝不可能逃避掉真实的处境 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那些男人欺辱 尤其可能还不止一个 谢家人简直都要崩溃了 自己的第一次还没能给自己最爱的人 居然要被那些坏蛋夺走 想想都要崩溃了 墨小鱼被驾着出了酒店的后门 那里有一辆汽车 叫墨小鱼带走了 随后 从后门的街道上也驶出了一辆汽车 驾车人是翟尾刚 他要盯着墨小鱼到底被运到哪里去了 如果是那栋大厦 那么他可以不管 但是如果墨小鱼是被运到了别的地方 他肯定是要把他救出来的 因为那就打乱了自己和墨小鱼的计划 远远的跟着那辆车 一直到了墨小鱼和他演绎了无数次的废弃大厦 汽车开进了大厦的地下车库 这位刚这才放心的回到了酒店 立刻给红爷的手下打电话 要墨小鱼要求的武器 白人的手很重啊 墨小鱼被一记手刀砍晕之后 直到被人架起来扔在地上 他才悠悠地醒来 到处都是黑漆漆的 这里是一处大厅 没有电灯 只有弥漫着柴油味道的火把 墨小鱼的头没有被蒙住 所以他能看清大厅里的情况 除了抓自己回来的几个人外 还有四五个人在墙角的桌子上打牌 腰五喝六的 完全没有把墨小鱼当回事 墨小鱼活动一下自己的脖子 还能动 只是隐隐作痛 墨小鱼心想着 待会儿自己会亲自把 砍自己的那个白人的脑袋 给砍下来 一想到自己可能的下场 在另一边的谢家人 不禁悲从心来 再看到为了自己被打成那样的陈志和 谢家人的心里就充满了歉疚 既然自己终究会被那些人侮辱 那自己的第一次 还不如给自己的爱人呢 他走向陈志和 蹲下身 抚摸着陈志和的脸问道 志和 你 你还能动吗 我想先歇一下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要找我们的麻烦呢 陈志和显然是没想到谢家人会这么想 不是 志和 我是想 我是说 哎 这话我该怎么说呢 谢家人语无伦次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他对他没想到